大家好,我现在在杭州一个大型的停车场里面 停了非常多车,这个地方也被叫做豪车坟场 什么意思呢?就是停了很多废弃的豪车啊 有几十辆豪车停在这里啊 这是什么车呢?咱也不认识啊 一看就是跑车,红色的 看它上面落的这个树叶呀 还有这个样子,应该放在这里很久了 旁边是保时捷,这个我认识啊 它这个字母一下就拼出来了 这都是几百万的车吧 放了很久了,看这个样子 杭州这地方果然有钱人很多呀 几百万的豪车,就随便放在这里啊 风吹日晒雨淋,没有人管 还有很多呢,往那边看一看 这个就是什么车 R8,这是奥迪R8 这个也得一两百万吧 这是两人坐的是吗 上面还有车衣呢,车衣被人撕掉了 旁边这是雷克萨斯 还有个这个车呢,越野车 雷克萨斯的旁边还有一辆保时捷 车牌都在呢 这里还有一个捷报啊 我对豪车不太懂 这么多豪车放这里真是太浪费了 前面还有,再看一看 这是个停车场 但是没有人管啊 这是自动收费的 那边有一个洗车的地方 好,这里有个马沙拉蒂啊 被车衣挡起来了 从轮毂这个标志可以看出来 看上面斑驳的痕迹啊 这里还贴着胶带纸 还有奔驰 这边挺那个白色的路虎 漆面都变成那样了啊 这么多豪车就停在这个停车场里啊 真是太浪费了 我连十几万的车都买不起啊 人家上百万的好车停在里面 就这样浪费了 哎呀 怎么说呢 听说之前还有劳斯莱斯和兵力了 现在找不到了